文明議員 回到第三節 剛才提到的 我要再複述一點 究竟整件事 我們去思考的時候是怎樣的 如果我們用一個很傳統的想法 去想和外星人溝通 即是談戟的時候 我們只能從人類本身的經驗出發 人類有哪幾個經驗可以套用 可能套用在與外星人溝通 有三類 第一個就是 一個小孩怎麼學那種語言 假設有一個外星的訊號來的時候 我們是小孩 我們什麼都不懂 我們由頭學 譬如說 爸爸媽媽知道 這本是一本書 書 你就說這本書 最初你可能不太明白 這個其實在電影裡面 也有的 有這種過程 另外一個就是 兩種不同的文化接觸的時候 例如在17世紀的時候 有一隊英國的船隊去了澳洲 一上岸看到這群土著 當時怎麼跟他們溝通呢 電影裡面也引述了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自己以前在節目裡面都說過 就是他們看到那些袋鼠 英國人就問 這是什麼來的 Kangaroo 這些土人就答了Kangaroo 那是否代表土人知道 是否代表土人說那樣東西是袋鼠呢 原來Kangaroo是袋鼠 原來那個戲也有一個鬼 Kangaroo是真的意思 Kangaroo的意思是我不認識的 他之前有問他的 那個牌坡樹的那個叫什麼 Ki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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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叫Bumba 那一隻叫Bumba 那一隻叫Kangaroo 那一隻叫Kangaroo 不是Kangaroo 那一隻叫做 那個戲裡面應該說了 其實就可能在現實上沒有這件事 但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所謂 題字 就是我不知道 但你又誤解了 這叫牛頭不搭馬嘴 這個叫牛頭不搭馬嘴 鯨牛說 即是大家其實不在這兒 不在這兒真正溝通 而且這部戲是一個最關鍵的元素 她就是當她翻譯到 外星就說 我會送個禮物給你的 原本那個翻譯都在那時候 原來是譯錯了 當他一說禮物的時候 在軍方思維的人說 就以為是大殺雙力武器 他想說這件事 就是不同的 溝通過程之間 那個誤解的問題 語言的分別就不同了 他就算是weapon 第三件事 其實我個人覺得 比較貼近跟外星溝通的問題 就是人跟動物之間的溝通 我們以前也說過 有個關鍵的 其實這是最近 我個人估計是最近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外星人跟人溝通之間的難度在哪裡 因為大家的整個思維 所謂的智商 各方面都不同 其實說真的 我們研究飛碟學 因為語言學 跟飛碟學拉上了很多關係 80年代已經開始有多說 而且它最關鍵 譬如剛才台長 你也提及到 如果真真正正 是屬於地球發展出來的語言 不好意思 就是動物語言 我們看到那些動物 或者就算魚類 鯨魚 或者鳥魚 那些是地球語言 因為它裡面 所以它已經看到 可能它的聲音 沒有一種形容上的內容物 但是它的聲音裡面 已經建立了一個語言出來 或者它的動物 那種叫做 就是body language 已經裡面成為 它們可以溝通到的 一種這樣的表達 這種表達裡面 就是猴子 就是自己很大力 或者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它在那裡 怎樣用力 它很多手 已經有一種叫做 手的語言出來了 這個就是相當之 我們現在用一個叫做 進化論 或者那個去看的時候 是真是很地球發展出來的 一種一套語言來的 那如何一變成 我們現在所說的那種語言 你就會看到複雜了很多 所以大家都懷疑 當中是有一個時期 那時期是有外星 或者是外來的高置的一種方式 是令到我們開始說人話 那種人話 跟動物語裡面有分別 多了很多內容 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無論如何都好 即使是這樣的話 對外星的訊號的傳適 我相信其實是最大的難題 是不止於剛才我們說的動物的問題 因為人和動物都大家生存在同一個世界 你在一個外星射過來的訊息 正如那個氣和那個色彩裡面 是沒有 context 沒有背景 是 在一個沒有背景的情況之下 你如何去詮釋 即如何在裡面找到意思 其實這個是 從來在原學上覺得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要在什麼條件之下 我們才找到一個 context 即是 那個書和電影都有交代 你有面對面 看到臉 那個原因 你想一想也想到 如果我全識錯 如果你面對面 我會想錯了 是 是 我不可以單憑 我看到這件事 我就估計你是 hi auntie 那我接著再和你溝通 是 是 是 他這個 講起所謂 例如我們那個體驗 就會有一個 我想大家一聽就反殺面 的 就是 當你在追查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整個文明 現在經常都說 由一個叫做 文字可以發現出來 或者字眼可以發現出來的 那些文明 你加起來都 特蘭提斯 那些都不存在 在歷史方面 但是古埃及的那些文明 到現在 一直以來 那些都是外星文明 那你這個 你會不會變成了很悲觀呢 但是 就是很多時候 你當會去挖掘 那個 找那個 叫做歷史的真相 那時候 你就會 不得不面對 這個問題 會不會 除了動物的語言之外 我們剛才都碰到的 那個東西之後 是地球進化出來的 但是突然之間 有一種文明的超越 整個超越 整個超越 包括現在 由古埃及到現在 那十三文明 裡面 所建立出來的 那些 全部都是跟外星有關的 你接不接受得到 我相信 有很多人接受不到 對 無論如何 那個情況 我個人估計 有很多 涉及到 人和動物之間的 分別 溝通 或者所謂的 communication 的研究 是有可能 後面的前台次 是跟研究 和外星人溝通有關 有 特別是 跟海豚的 溝通 海豚和鯨魚 是的 海豚那個 我個人有這樣的直覺 是 那個後面 不是單純 研究 和海豚溝通 那麼簡單 我想你上一 如果你近期 不是賣廣告 不過你看那個 Letsonogio Graphic 國家地理雜誌 近這三年裡面 它就是 將很多 例如研究海豚 研究鯨魚 那些聲音 它表達的能力 那些 做到很多 分歧的 探討 探討 那些整理 大家就看 看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 台長說的 不是空越來風 我講那個 因為我們以前也提過 Dr.John Lilly 海豚自破間諜網 但那個角色 又不像大家想的 那麼簡單 我估計的是 當他研究了 人和海豚溝通的時候 他估計就是 外星人和人類的溝通 就好像 我們好像海豚 應該是我們好像海豚 而那些外星人就是人類 如果你用戲劇 來表達 上年 有一套 拿到最佳特技獎的 叫做 Jungle Book Jungle Book 也多了很多 袁Sir說 人和動物 溝通的時候 其實你 就像我們所說的 這一輯 講的 就是 你只要找到 它的程式 其實和動物都一樣 更容易 所以 他在那個故事裡面 就是那個小孩 那個男主角 他跟動物說的時候 他都會分成 每種不同的 族類的動物 他有他自己語言的 框架 那個程式 但有些動物 你會知道 例如那些 小老鼠那些 他還沒建立到一個語言 他都會問 你們有沒有語言 如果有 就知道 懂得怎樣跟他溝通 因為他是懂得動物語言 那個 其實就是做一個 好像你剛才說的 對比 假設 他是一個高字的族群 就算跟動物溝通的時候 他只能懂得到 這是一個形式 這個形式裡面 你可以用一個系統 來跟它 結合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 它的溝通方式 就是這本書裡面 他所說的 第一步 那種的方法 剛才我們說了一個 學術性的 現在就去到 由學術 變成V11 這個什麼V11 不是的 你跟著下來這個 我說這個是什麼呢 這件事 我們約在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提到 但是如果用這個 做一個示例 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事緣 我們第一節提到 在70年代 當Carl Sagan 當時還在太空總署 做事的時候 他們就發展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射了 一個25000光年以外的星系 如果沒有記錄 M12 不是M78 M78 M78 M78是鹹蛋超人的那個 OK M12 就是他們的目標 那個名字叫 Arecibo Message 現在在鏡頭後面 有一部分就是 在這裡 這個色 我想你也記得 這個是為什麼呢 當然記得 一塊板 上面有什麼訊息呢 比如說 我們太陽系的訊息 是 整個位置 下面也有人 一男一女 我們DNA的符號 這個 理論上 沒有理由 在我們有生之年 得到回應 因為那個是25000光年 那個距離 遠到無論 我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當時 會找到一個 這麼遠的星系 去做這個 基本上 就沒有實際效果 他要回答你 可能到時 回來的人 都不存在 二萬多年之後 好了 很奇怪地 在2001年的時候 在英國的 一個最大的天文台的隔離 就出現了一個墨田圈 原來跟這個 阿里斯波的訊息是對應的 我回到你 是的 事隔大概是 2021 相差三十幾四十年 沒有 二十幾年 七幾年 雖然是三十年 雖然是三十年 但是 跟他現在去射了那個 要去那個目的地 那個是相差 都很快 這個是怎樣 這個墨田圈 那個 對應是什麼 他是每一番都有對應 他講到這個 如果你詮釋的話 這個就是 就是那個星球 在他自己的太陽口的位置 是 他們組成的材料 就不像人類的碳水化合物 是直 是直 它那個形態 就是 如果你看 這個就是GRACE 在這裡 就是我這個Cursor 圈在這裡 他怕死你不明白 過了一陣子 就是在這裡 同一個接近的地方 就出現了一隻ET 是 就是這隻 來殺大譜的ET 是 裡面這裡還有一些訊息 好的 問題 就是我們以前說到墨田圈 我們已經詳細分析過了 墨田圈發展到2017年還有 你到現在還找到墨田圈圈 但是在90年代 那時候非常多 在大概80年代 或90年代 就有兩個英國人出來拍了頭 那個詳細的名字 我都不記得 一個名字很好記 叫Duck and Dave 一個叫Duck 一個叫Duck 是 你拍了頭說 那些墨田圈是他們做的 他們做的 就是用一塊板 那他們在那裡 野馬 就可以搞定 然後 就有一個很著名的科學家 Rupert Sheldick 就是 給獎金 叫人做墨田圈 也是做得很快的 那是不是代表 就是這兩個證據代表 真的人為的 全部人為呢 那告訴你又不是 那不是的 為什麼呢 也都說過 但是放了這個背景 又可以去補充 剛才我們第一節的問題 就是 有沒有外星人跟我們 是 的 疑問 有人開始深入去研究 那第一步是什麼 第一步就是 量度墨田圈 量度他們的 大小 距離 特別是量度有圓形 你看到墨田圈其實有很多圓形 即是Spiral 他量度出來 就發覺 原來有部分墨田圈 它那個 計算相當之精準 精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比例 是 最初如果最簡單的 就是 他們畫一個圓圈 它跟外面的圓圈之間 那個圓周的比例 是 又或者它直 即是那個直徑的比例 是 慢慢有些很高深的 這個科學家 天文學家 他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 這些比例 跟我們的 自然音階 是有 對應的 是 那什麼叫自然音階 Diatonic Scales 如果你是一個鋼琴 大家都知道 有八度音 即是 Dole Mi Fa Sol T Do 由第一個 Do 到第二個 Do 其實就代表了 那個鋼琴 裡面的弦 它震動了幾次 如果第一個 Do 即是C 就是264個跳動 我忘記是每一秒 還是怎樣 就震動264下 另外一個八度音階 那個C 是528 換言之 其實是 1乘2 乘2 裡面 八個音階 原來有各自的比例 我讀出來的比例是怎樣 由C 去D 又到R 就是9比8 接著就跳上去 D和E是5比4 E去F是4比3 F去G是3比2 G去A是5比3 A去第二個八度 即C是15比8 原來在墨田圈裡 找到這些比例 是 你聽到 可能那個人 有這些 他用這個 來砌出來 變成合理化 就這個問題 這位天文學家 是寫信問過這兩個人 但這兩個人不回覆 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那兩個是木工 木工來的 那兩個是畫畫 這件事就像煙惟 那個人死了 沒有什麼特別理由死 因為已經退休了 年紀很大 死了之後 這個成為一個迷 但第二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這麼倉促去做 第一件事 我們的疑問就是 他沒有那麼仔細去計 那個比例出來 你試一下 你晚上走去 看不看不看 因為那個比例 你從上面看下來 要用飛機看 要用飛機看 即是在地面 你能量得這麼準 因為那個是去到幾吋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是沒有得做錯 沒有得做錯的 意思是什麼 因為那些 就是 那些墨 你一按下 斷了之後 它不可以叫起 是 第三個理由是什麼 就是 他們在這些墨團裡面 他有些發現 就是 有一些不同的能量 譬如那些墨 它斷那個 情況 不是就這樣 它斷了到沒有死 還在生長 這個漢學家 Joseph Temple 他也是專門研究 Rober Temple 是專門研究 總括來說 似乎是這兩個人 或者是這兩個人 同一個心態去做 這些墨團圈的人 似乎做不到 這麼仔細的比例出來 還有現在 因為每年都還在做 20至30個出來 是啊 他已經不在 這個也不是很好的 他應該有接班人 有接班人 但問題就是 譬如說 剛才我們說這個 去回應 在1970年代 如果是 Carol Sagan 他去設計這個 訊息 由上去外太空 而有人有這樣的心思 去做一個回應的話 這些人是什麼人呢 坦白說 到現在沒有人認同 沒有人告訴我們 是我們出來做這件事的 或者就算他有 他怎麼證明他做這件事呢 有沒有拍過片 記下 到現在沒有的 如果沒有 我們就可以用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其實這個是 在1970年 他發了這個訊息之後 在外太空 用一種力量 去做一個這樣的回應出來呢 藉著在太陽石的附近 如果有的話 這個代表另一個溝通的方法 這個換言之 它是可以跟你對話的 即是不是沉默 不沉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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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話要說 但他說話 不是說得那麼白 他是要用一種 比較刁鑽的方法 他們的方式 用他們的方式 但去到 比如說 有些人就很不信 這些擺明是老點 很人工快 很人工快 雖然他做得很漂亮 不是的 我覺得這個 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我又不是完全覺得 這個是人為的 無論如何 說回剛才那個 我們覺得他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裡面有信息的東西 有些人就會想 另一個不是人為 怎麼做呢 就是原來透過 Plasma 的自然力量 是有意識地去做 那個中介 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現象 比如說 剛才我們看到 在那個地方 這個律師想跳下去 那裡有地方 有漩渦的力 在自然界 你偶然會找到這些 但是 做到一個 有人工 一種ET出來 那樣東西本身 後面我們估計 就不是一個自然界 自然界 怎麼吹 不會吹到狗什麼出來 是 有工藝性的 是的 有人有某一些的力量 利用了這個 所謂plasma的自然現象 去做出這些物件 而他做的目的 是要跟我們聊天 但是聊天 就不是用我們所謂 我們人類之間的語言 去做一件事 是透過幾何的圖案 和一些符號 去令我們知道 他們在那裡 說到這個為止 那時候 都沒有脫掉那個 整個發展 跟古希臘那時候 畢特哥拉斯 這個簡直是 為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百度音的比例 是他們這樣才出來 是的 但是這個是這樣說的 畢特哥拉斯 有些說法 其實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是 在埃及裏面找出來的 是 即是在埃及裏面找出來的 是 這個 怎麼說 是 在歷史上都已經 證明是 有淵源的 即是他去過埃及裏 古希臘的 整個亞歷山大講的 是 變成了 他們的 巨型的 資訊 資訊 但是 大家 就不要 把剛才我們說的部分 結論 透用在全個墨田圈 墨田圈 坦白說 很多其實是人造的 譬如有賣廣告 我記得好像 不知這個百事河樓廣告的 有墨田圈 但是 有一些 如果你學過 走過 你去細心分析 它那個 一些特殊的 狀況 還有 裡面有沒有一些 比較 所謂 精密一點的計算 就不是單用說 它是一個人造 可以 圓滿解釋這件事 甚至 他出的 很多logo 我們叫做工商用的 logo 我們都是懷疑 如果他真的是 一種叫做 高科技的訊息 他裡面 對logo 現在我們人類的logo 裡面 他有另一個看法 所以他都在搜集 告訴他 他沒有忽略這些logo 他不是幫 我白事賣廣告 裡面有個意思 從那個logo 他來看 他有那個意義 他把你當作其中一種language 最簡單就是這樣 你的密多路 我們如果 去到這裡 如果這個是 一些 在人類以外的力量造成 我們就可以說 所謂溝通 就不需要局限在 我們人類那種 用語音的方式 耳音或者字眼 甚至是文字 他可以透過一些符號 去做這件事 說到這裡 第三節完之前 就要介紹另一個 藍莫團圈很多都很精彩 但有一個 就是跟我們那時候 說的火星有關 這個也是 因應剛才的 I receive a message 而稍後發展到的 這個就是 竟然在火星人仰 這個群裡面 在火星金城裡面 我就是 延造了墨田圈出來 那 又是 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這個 明顯到有些人都 好像說 李資格 真的 真的 這樣令人更加迷惑 那個年份 一個是2011年 這個是2011年 這個ET 這個就是2002年 也是在英國的 很著名的天文台附近 Chill Bolton 那裏 這是對應 因為 在美國最著名的 是跟外星接觸的 Aricibo 在波羅里 這個英國 是可以跟天文台 相對應的 另外 在結束之前 提到 就是剛才提到 NSA的解碼專家 就叫做Howard Campaign 大家可以看 Google上面 打亂的名字 打亂的 NSA 這兩份文件 就會出來 你可以自己判斷一下 他寫這個文件 是否作為一個幻想 的可能性 去寫這件事 但最好是抄下來 因為裡面有很多數 你不用抄了 這個你去看 原始的文件 我都不想 普通的人 很難看到背後的意思 因為技術含量相當高 第三者要結束 第四者要說 有沒有外星人說人話